我们是农昌科技 公司成立于1995年 成立之初是以制作线材起家 那后续陆续转型成为天线与次系统整合厂商 目前主要的产品应用范围有 网路通讯类产品 车用系列产品 以及一些其他工业相关应用 主要专责在一些户外的领域 我们一开始要做品牌的这个契机呢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之后呢 我们在国外参展以及拜访客户的机会大幅减少 那对于市场开发来说 也就是业务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由于新旧人员的交替 以及我们公司大概从60人扩张到100人 这些新旧成员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品牌的意识 因此我们就重新再做了一次品牌的内化与发展 那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大概也已经30年左右 那其实有蛮多员工都工作了 年职大概20年以上 那对于这些比较旧的员工 他们可能会对于既有的一些品牌的形象 他们比较根深定估 很难去做一个改变 那因此呢我们在做这个新的品牌的一个整个 rebranding的这样的 action的时候呢 会需要把旧的同仁跟新的同仁这两个部分呢 让大家可以比较好的再重新做一个整体性的架构 那透过顾问公司这边呢 他们也可以协助我们从第三方的角度来做一个检视 跟重新的整理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 对我们来说的话应该说 第一个这是一个算是 也是类似奖项嘛 或者说一个外部的肯定 所以对我们整个行交团队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有这个外部的专业的一个顾问公司也好 或是品牌办公室这边的一些建议 让我们在譬如说制裁这边啊 或者是商标的申请这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帮助 其他针对计划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公司整个不论是新旧同仁也好 大家经过这个算整个三年多的时间 确实可以凝聚一个向心力 然后重新把融仓这样子一个新的品牌呢 由内而外再推到我们的客户端 这次呢顾问公司也帮我们梳理了一个我们公司的新的slogan think grand link by tech 那这也是呼应到了我们公司的英文名称grantech 我们不应该把一些过往的经验把它做一个线索 那think grand的话就是说去想象或是构思一个比较长远的未来 然后link by tech 对我们公司来说的话 当然是以设计服务或是技术这样子来做一个提供 那对后进者来说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公司全体同仁支持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老板一定要支持啦 等于说除了由上而下之外由下而上 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是同样的重要的 终于是建议的 这次是我们的客户端